地消人生 地消人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ki 我現在在首尾的江南 沒錯 我又來到韓國了 不過這次滿不一樣的是 韓國朋友要帶我去他的鄉下民宿家玩 所以今天主題就是 韓國朋友人 什麼啦 韓國人 沒有朋友不是人嗎 所以今天主題就是 欸 我剛剛講什麼 所以今天主題是 韓國朋友帶我玩的三天兩夜Vlog 所以就是這樣子 好啦 那在我們出門之前 先來快速介紹一下我住的飯店 這間呢是Hotel Petal Connam 這裡的地段還有它的房價還蠻厲害的 就是一個晚上一個人是一層二人 以江南來說這種房價是蠻驚人的 包括它的廁所什麼的 我都很滿意 干涉分離有免治馬桶等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follow我的Internet 到精選動態看 欸 拍我拍我 精選現實動態中有更多資訊唷 那是什麼 你好 什麼 那是什麼 我是一個人 我是一個人 你真的做了嗎 嗯 等一下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你做什麼 啊 OK 今天晚上我們全員到齊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成員一號 妹子 二號 Hawan就是上次在那個 五月份 首爾美食特輯有遇到的 然後這是Hawan嗎 這個是 新朋友 鐵雲 鐵雲 這是Hawan的高中同學 你看我們的東西有多多 超可怕的 這全部都是我們要帶去民族的東西 Hawan啊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這是 我們是 我們是 我的公司 秘密 我們在玩遊戲和Netflix 當然 好可愛喔 因為他幫我們做的行程 然後第一站 呃 我完全沒有在照著下面走 要吃中餐 然後再搭全韓國最常的那個滑索 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但是那個 我朋友居然還做了 那個旗子 我買了 2個月 你買了嗎 對 這是她的設計 真的嗎 對 這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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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做 然後它名字Hawan Trip to Amazing Hadong With Amazing Hadong 哇 我們坐了兩個小時的車程 終於到中繼站 休息站了 其實跟台灣長得差不多 我們現在在有這個休息站 它是紅人神這樣 所以它的廁所又有一個很大的人神 在休息站呢 必吃的就是這個 年糕加香腸船這樣 然後這邊都會有賣很多的小商家 大家也可以選自己一下 我最喜歡的 哇 忘了 忘了 我剛問我朋友說 她媽不用上廁所嗎 她說 我媽不常上廁所 我說 四個小時耶 她說 她不常上廁所 最後一個補給品 是這個 HOTOKUWAJA 有點像是韓版雞蛋糕 外側嗎 沒有 有 沒有 沒有人都可以吃 裡面是爆巧克力 裡面是爆紅豆 超好吃的 嗯 對韓國菜 韓國菜 韓國菜 好多久 我們到河東了 但是在大家那個滑索之前 我們要先來河東 一家蠻厲害的漢堡店 哈瓦說這裡的漢堡特別有名 但是河東這邊還蠻酷的 它四周真的就只有田跟房子 但它的房子不會超過兩層 所以這邊真的就是鄉下人家 就是韓國真正的鄉下啦 哇 我們的漢堡來了 這是哈丼有名的 哈丼有名的漢堡 喔 起司漢堡 起司漢堡 喔 這個感覺會掉蠻低的 嗯 嗯 嗯 哈丼有名的嗎 嗯 哇 好吃 它的漢堡肉意外很汁耶 沒想到在哈丼可以吃到這個味道 因為我剛走過來 我就看到一間便利上面 跟一間PFC 吃出來的 漢堡都沒有 好吃 你看 稍微嗎 突然嘛 哇 哇 還要煮一量體重嗎 這是韓國的漢堡 哇 超震撼的啦 我們現在要來採這個我最痛恨的透明玻璃 超透明的 你敢採嗎 我不太喜歡 等一下流下去之後 在這裡 速度超級無敵快的 這個比我想說還要快蠻多的 我會喜歡這種感覺 而且 越重越快 我現在減紙穿了 哈哈哈 你覺得怎麼樣 Kiki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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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来看 kok oh my god 3 2 1 STOP GO 我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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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朋友 啊 é 啊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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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 您 您 走過了 位於河東郡的金屋山高公滑索 除了是全韓國最長的溜索 也是全亞中最長的滑索 總長約3420公尺 雖然踢感上沒想像中那麼可怕 因為風吹得蠻舒服的 不過河東高公滑索 最高速度可達每小時120公里 而且總共有三大段 都有不同風景可以看喔 欸超好笑 因為那個風速實在很快 所以我下來的時候 我衣服剛好是這麼涼涼的 然後我就說 大空杯 注意去內衣 我下來的時候那個人就說 我沒有看到我沒有看到 他都看到 不是重點是因為我剛減紙成功嗎 所以我現在內衣就是大空 他就看到我大空 我們安全的抵達路面了 剛剛那一趟呢 總共四段 然後是韓幣四萬塊 大概是台幣塊一千塊吧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它的風景很漂亮 而且它的那個速度 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現在也是會叫 選手 選手,松阻? 孫 Ugh,松阻 你松阻 blown 我认识是YouTube选秀 我认识是同样的语言 我认识是同样的语言 我认识是同样的 你认识是同样的吗? 我认识是同样的 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煮了 真的吗?什么煮? 我认识和老公 我认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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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太多了 太多了 你怎么在哪里? 它是在这里的 真的吗? 这里是 这是网络的 我认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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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历经五个半小时的车程之后 终于抵达河东五 我朋友咕咕家的民宿 超级温馨的 我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 这里比我想象中还要棒好多 这个是他咕咕经营的民宿 然后总共有三间 然后我们是其中一间 然后这个民宿的旁边就是小溪 所以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几乎都是满房 你一定要提前大概 两三个月就预计才有房间 哇 公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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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她的小孩吗 我妈妈 妈妈 我妈妈 这里也有了 好帅 然后她姑姑家这边 总共养了十二只猫 吃饭时间到了 大家都要跟去 这都十二了吗 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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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她的母厂 还有没有啊 没有啊 哇 他们还有自制了一个游泳池 超可爱的 虽然这个应该是适合小朋友吧 哈哈哈哈 好因为河东最有名的就是茶 所以这附近几乎都是茶园 他们还有设置一个拍照区 你们看 从这里看出去 是不是超漂亮的 好喜欢这里的气氛喔 非常的chill 然后又有乡下的感觉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长什么样 我们的小木屋有一点chill呢 首先这个外面 欸她有设置纹箱欸 蛮贴心的 她有一个小table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在外面烤肉 这个就是我们家 它每个房型都是楼中楼 我们今天在这边吃饭 这边是厨房区 你要在外面吃也可以 在这里也可以吃 然后这个大冰箱都可以自己食用的 这也是空的 然后这边就是简单的煮菜的地方 这样 而且她这个房间很可爱 她充满了小王子的元素 所以她这边有一个小王子的图像 上面也有很多小王子的装饰 欸 厕所也是干湿分离的 还行 而且她贝瓶什么的也都有给 再来 我们的床布在这儿 床布在二楼 欸 她这里也是欸 小王子 这边就是一个温馨的小房间 我觉得这一间民宿最赞的就是 它什么都很大 所以什么都很chill 而且她的那个布置不会到很松这样子 开箱就到这边 我们等一下7点钟的时候 要准备吃烤肉 BBQ时间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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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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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牛肉真的是看起来极好吃 它这是原味 然后这个是有酱料的 然后这边还有生菜包肉 他们居然帮我准备了零卡可乐耶 完全Sense girl 哈温姨的那种类型 来一口 韩牛生菜包肉 哇 用韩牛包肉好奢侈哦 韩牛? 韩牛?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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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高兴认识了 我们今天我们在天里吃 也就是妈咕哩 超好吃的 这就是妈咕哩 我老是妈咪 河东出的妈咕哩 然后这边是它有樱花 春天的时候的模样 这个牌子 大家有机会来河东的话可以喝看 超好喝的耶 我觉得它单喝就很好喝 不用套雪皮或是蜂蜜都很好喝 我们现在要发礼物了 这个是团服时间 也就是这件衣服 谢谢 他还帮我们分了M号跟S号 我们现在是外面吗 还是外面 外面 太棒了 太棒了 这个是什么呀 哪里买了 我准备了 电视 面 面包 第二天早上 最再早安 第二天早上 立志成为最真实YouTuber 我就不化妆先吃早餐啰 好晚他阿姨帮我们准备了 简单但挺丰盛的早餐 香蕉 吐司 面包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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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果酱 这个是果酱 好晚呢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呀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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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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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早上这个环境超美的 但猫咪都消失了 他们还在睡懒觉 哇 这个水看起来好凉喔 我连在台湾都没有在吸水玩过耶 好像上巴了喔 这里他们中间还要给那个凉地 看他的水超爆冰 oh my god 这真的是吸水耶 好凉喔 喔 泡沫好凉喔 你还好吗 我还好吗 好凉 喔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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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现在要走到更高的瀑布 我們刚刚那边玩 他的水虽然超冰的 可是很快就适应温度 超级好玩的 哇 有机所自己弓夙 蜴凹 哇啊给你们看 这里有多灸 哇 维 двиг 我們今天的午餐是韓式生魚片 這個韓式生魚片都要沾這個辣醬 基本上就跟那個包肉的辣醬有點像 然後也可以包生菜 蒜 還有他媽媽幫我們點個 B.S.T 我最喜歡的味道 這是起司 我最喜歡的味道 我最喜歡的味道 然後我們要準備麥克麗 好吃喔 韓式生魚片都吃常溫的 我們剛剛在吃這個生魚片的時候 他們說不知道是他媽還是他姑姑 早上開車來回兩小時的車程去幫我們買這個 海邊旁邊的生魚片 新鮮的是才可以吃常溫的 喔對 因為是新鮮的才可以吃常溫 這個心意真的是 他們以後來台灣 我可能要先去台中買個太陽餅 然後再去 我們要游泳出雞龍 對 對 這裡真的很遠耶 然後他們就還開車兩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這個心意然後又為了我學中了 很可惡 其實是要入贅吧 來 追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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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完遊之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附近的咖啡廳 哈導遊帶路 土心島 土心島 哇原來不是在室內喝茶葉 在室外 我剛想說為什麼我們不在裡面喝茶 因為哈瓦已經幫我們先 預約恩賞上面最紅的座位去 就那個座位一定要先 就是預先定位 你看這個茶園 最上面那個小房子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坐的地方 這裡超美的 看起來就超好拍照 哇 대박 我們要坐這個座位去 他就會給這個籃子 然後裡面有餐巾啊 還有茶具 點心等等的 好羞恥喔 台灣人讓韓國人泡茶 好羞恥喔 喝完綠茶之後呢 哈瓦帶我們來到河東最有名的咖啡廳 剛剛只是有名的咖啡廳而已 但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呢 是河東最有名的Torot 101 給你們看 登登登登登 很大很漂亮吧 這裡每個角落都好好拍照 然後從這個小圍欄進去之後就是入口了 而且我們剛好很幸運 就這幾天 照理來講韓國應該要下雨了 可是剛好我來河東的這三天就是大晴天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景 才可以這麼漂亮 號稱河東最美咖啡廳的Torot 101 韓國朋友說幾乎每個來河東旅遊的人都知道這一家 哈瓦被譽為韓國伴小瑞士之外 座位的位置 室內裝潢也設計了寬敞又舒適 而Torot 101的座位區域一共分成室內室外修汽取 他們家的糕點不只外觀好看 就連味道搭配的風景也好經驗 這間絕對有名列我心中最愛的韓國千三明咖啡廳 哇~~ 我需要婚禮 你喜歡婚禮嗎? 你喜歡婚禮嗎? 你喜歡哪種男人嗎? 我喜歡婚禮 那就是一個好人 還有一個好人 要有新善良的 Torot? 那不然 Kee呢? 那不然不然 配送嗎? 大丈夫嗎? 大丈夫嗎? 單身的人 有名字嗎? 你看 它這個甜點 然後配上這個景 很誇張耶 難怪被叫做全河東最美咖啡廳 哇 絕對 哇 絕對 哇 哇! 一個洞? 哈哈哈哈 哇! 這麼漂亮! 哇! 這樣拍起來好美喔! 哇! 這樣拍起來好美喔! 這真的很像小瑞士的感覺 我跟你們說 這家的東西不只好吃而已 它的綠茶、冰淇淋配上Espresso 超級厲害! 連店裡剩最多的 綠茶麵包和體式滷肉麵包也好好吃! 而且我們吃完到室內區的二樓參觀時 才意外發現二樓的座位區 不但人少又寬敞 從窗邊的位置看出去 甚至可以遠眺整座山頭 是不是超壯觀的啦! 吃完咖啡定之後 我們要來吃晚餐啦! 今天哈媛帶我們來的是 這個家好像是賣沙生的 哇!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 小菜的餐廳耶 然後等一下我們的主菜在這裡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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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姨姆說這個配飯吃 吃完這個之後呢 再配這個 然後斷飯 就有點像屁屁膜的感覺 這東西叫做 好像有點辣 然後中文我查它就是沙生 好像竹子耶 對啊! 我剛剛就說很像竹筍 剛剛哈媛說河東沒有任何食物有名的 但只有這家餐廳是唯一有名的餐廳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也真的就只有這家是做無虛寫的 它餐廳全部都空的 11、12、13、14、15 16、17 到17道小菜耶! 我覺得外國人不喜歡 沒關係! 然後韓國沙拉麵 這個很非常好 這個是 橡木果 韓國人很喜歡在夏天的時候吃 嗯! 真的很像挖貝的口感 真的很像挖貝的口感 他們的煎餅 但這個煎餅我也沒吃過 吃什麼樣子 很香! 煎粉 我看人家不知道你有在健身 不是 煎粉 你吃 你使用過我看 她問我什麼味道 我好像說 炭酥 炭酪 嗯! 香吧 很香 很香 沒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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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晚上在吃炸雞 剛剛沒有這個 啊! 平日茶的時候 拉麵炸的 很妙 這整桌這個我喜歡 這餐廳這樣 都不喜歡 哈哈 最後一天 哇! 有空間 有空間 喔喔喔喔喔喔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啊 很好耶 真的很好耶 超爽的啊 初吻阿清 今天是第三天早上 也是我們要準備回首爾的最後一天 帶大家看一下早上的庭院 這裡真的俱美耶 天氣超好的 我們等一下收完東西 然後把東西放到車上拍完團照之後 就要準備去第一站 卡 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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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是合同最高的 卡 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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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河東最高的咖啡廳 那個景超壯觀的 跟昨天完全不一樣耶 不愧是全韓國最乾淨的城市 這裡真的到處都是山 跟綠茶園 哇 你們看 這裡好像仙境喔 什麼吃嗎 要吃嗎 要吃嗎 這個 這個 喔喔 有衣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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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吃嗎 有衣服嗎 有衣服嗎 你們看 這個室外景 雖然現在夏天很熱 但是冬天或是秋天坐在這應該很舒服 不過 太壯觀了吧 有一種嘉南平原的感覺 這應該全河東都看得到了吧 吃飽之後 我們現在要下去拍照啦 就是剛剛跟大家介紹那個 三角形的拍照點有沒有 那個是全河東最漂亮的拍照點 哇 右邊是咖啡廳 左邊就是拍照的地方 這是第二個三角形拍照點 下面就是水流耶 哇 哇 真貼心 我們的下一站居然還有半手裡行程 這是台湾鳳梨酥嗎 對 台湾鳳梨酥 啊 好酷喔 我們來買韓國鳳梨酥 連老闆都這樣講 可是真的鳳梨酥還好嗎 嗯 它長得跟鳳梨酥一模一樣 好酷喔 本來我以為要直接開車回首爾了 沒想到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午餐行程 午餐行程是哈腕他媽推薦的 是哈腕他媽推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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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我們剛在點餐的時候發現 它是以炸豬排還有義大利麵文明的 然後它的炸豬排都是 智藝山上面養的豬 這樣我就說 欸這裡有智藝山 他就說 河東就是智藝山啊 看 就是全智賢眼的內部啊 然後我們前面看到這些山啊 全部都是智藝山的一部分 好扯喔 我們只要走了才知道這裡是智藝山 我們的前菜是湯 他說這個是河東這邊特產的蘑菇做的 應該是迅菇那類的啦 哇我在台灣都不能喝這些耶 嗯 美味 哇你們看我們點的 這是原味炸豬排 然後這個是奶油綠茶義大利麵 跟起司炸豬排 起司超漂亮的 喔鐵肉 好吃但是吃不來綠茶味 它不像青醬會加那個羅勒 因為它是加綠茶嘛 那我可以放嗎 台灣 那我很貼心的幫你弄一口 我都會這樣子 我都會這樣子 你real一點有嗎 這湯頭還沒味過 我哪有 我哪有 啊 太辣了 幹 你自己來好嗎 喔 趕快點說嘛 我就不用演了 你們看這個起司豬排 起司很浮誇呢 它不是那種很膩的起司味 然後它的調味比我想像中清淡一點 不好意思 回城路上大家幾乎都睡成一片 此時的我還不知道接下來即將大難領頭 居然在我們準備下車 結束這趟快樂合同之律時 我的手機卻要無預警陣亡 完全開不了機 各位 歷經了四個半小時的車程之後呢 我們已經抵達首爾了 但我們剛剛跟哈文還有哈文他媽分開的時候 哈文他媽突然說因為我們行李很多 所以他直接幫我們叫了計程車 超級感人的 而且因為我們是在潘區站下車 然後到東大門那邊 總共要40分鐘的車程 他直接幫我們付錢耶 好感動喔 但是呢 現在有一件讓我很崩潰的事情 就是我的手機 突然 超級突然喔 他就突然在高速公路上面當機了 我現在完全打不開喔 我連那個長椅他也打不開 拜託 希望這個手機可以恢復 不然我的河東影片全部都在裡面 沒有的話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做一支我的Vlog吧 用我的素材 我有好多好多素材 可是都是我很醜 或是都是我 好崩潰喔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我的完美河東之旅 本來是一個療癒心靈之旅 我現在心靈快崩潰了 好像一年份的量 結果我們都崩潰完了 好啦 我們現在就準備大車回東大門 然後去找我另外一個朋友吃飯 希望 我發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的手機已經復活 你們也看得到 我這一整趟路的素材 但是這場河東之旅還是蠻好玩的啊 這個三天兩夜的行程 我全部都沒有體驗過 也有好多東西我都沒有吃過 除了BHC 那這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的話 不用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這支 FB咯 我們下集台灣見 希望大家要喜歡這一集的 河東鄉村之旅 掰掰 好謝謝木牛 我手機可以滑啊 分享一下 因為我的手機最後呢 全都要復活了 你看 這個球上面的字 是我自己做的 我在上面寫 Corprio 就是高爾夫球女神這樣 哇 哇 대박 哈哈